宇宙混沌 鸿蒙初开 盘古大帝劈开了天地 那时候 神族 人族 妖族混居于天地之间 天与地的距离并非遥不可及 人居于陆地 神居于神山 人可以通过天梯见神 盘古大帝有三位情如兄妹的下属 神力最高的是一位女子 因年代过于久远 名字已不可靠 只知道他后来建立了华须国 后世尊称他为华须氏 另外两位是男子 神农氏 渡守中原 守四方安宁 高信氏 渡守东方 守护日出之地 汤谷和万水之仰归序 寒谷大帝先世后 天下战火频起 华须氏厌倦了无休无止的战争 一时远走 创建了美丽祥和的华须国 可他之所以被后世铭记 并不是因为华须国 而是因为他的儿子福西 女儿女娲 福西 女娲恩惠病重 令天下英雄敬服 制止了兵戈之政 伤痕累累的大荒迎来太平 渐渐恢复了生机 福西 女娲被尊为福西大帝 女娲大帝 福西大帝先世后 女娲大帝悲痛不已 一句话虚过 同此再没有人见过他 生死成迷 福西女娲一族日渐没落 大荒的西北 一个小神族 轩辕族 在他们年轻首领的带领下 正在慢慢崛起 几千年之后 轩辕族已经可以和古老的神农 高新两族抗衡 中原的神农 东南的高新 西北的轩辕 三大神族 三分天下 神农岩帝便常摆草 以身是样 被世人解除几乎 受万民爱戴 被天下人尊为一族 也为神农岩帝 打荒形成了三族鼎立的局面 神农岩帝的世事 打破了三族鼎立的局面 轩辕皇帝雄才伪劣 经过和神农族的激烈斗争 统一了中原 统一并不是斗争的结束 而是另一种斗争的开始 神农 轩辕两个部族经过痛苦的斗争 如渐能和平相处 可一切的矛盾 犹如休眠的火山 随时会爆发 第一章人生忽如济那一日 和以往的上千个日子一模一样 几生鸡鸣后 清水镇上渐渐地有了人与生 回春堂的老木赶早去杀羊的屠户 高那里买羊肉 两个小伙计在前面忙碌 准备天大亮后就开门做生意 医师闻小六一手端着碗羊肉汤 一手拿着块饼 蹲在后院的门槛上 稀里哗啦地吃着 隔着青石台阶 是两母半种着药草的坡地 沿着中间的青石路下去 是一条不宽的河 此时朝阳出生 河面上水汽阴韵 金光点点 河岸两侧也花烂满 水鸟齐齐落落 很是诗情画意 小六一边看 一边琢磨 这天鹅倒是挺肥的 多上两只 烤着吃应该很不错 一碗热汤下毒 他把脏碗放进门槛边的木桶里 桶里已经有一摞子脏碗 小六提着木桶出了院门 去河边洗碗 河边的灌木丛里握着个黑区区的影子 看不清是什么鸟 温小六放下木桶 随手捡了块石头扔过去 石头砸到了黑影上 那黑影子却为扑腾着飞起 温小六愣了 老子啥时候摆发摆中了 他走过去几步 探头看 却不是只鸟 是个人 温小六立即缩回了脑袋 走回岸边 开始洗碗 就好似一两帐外 没有一个疑似尸体的东西 温小六边洗碗边抱怨 这顿洗干净了 下顿仍旧要脏 既然迟早要脏 何必还每顿都要洗呢 只要自己吃自己的碗 又不脏 一两天洗一次就行 温小六从不叠被子 他认为早上叠了 晚上就要打开 自个儿和自个儿折腾 有毛病啊 他的被子自然是从不叠的 可这吃饭的碗 却不能不洗 要不然老沐会拿着大勺打的 小六念念叨叨的 把所有碗冲了一遍 提着一桶 也徐洗干净了的碗往回走 眼角扫都没扫过沐从 清水镇上的人 见过的死人 比外面的人 吃过的饭都多 又是小孩子都麻木了 回春堂虽不是大医官 但闻小六善于 调理夫人不运证 十个来求医的 他能调理好六七个 所以医馆的生意不算差 忙碌了半日 晌午时分 闻小六坐摇摇 又晃晃 活动着久坐的身子 进了后院 在院子里整理草药的麻子 直指门外 那里来了个叫花子 我扔了半块饼给他 小六点点头 什么都没说 厨房一日只动早晚两次火 中午没有热汤 小六拿了块饼 从水缸里咬了一条凉水 蹲在门槛上 边吃边看着院外 几帐外的地上趴着个人 衣衫蓝绿 脏发披面 满身污泥 除了能看出是个人外 别的什么都看不出 小六眯着眼 能看到一条已经被太阳晒干的泥土痕迹 那痕迹从叫花子身旁 一直延伸到河边的灌木丛 小六挑挑眉头 喝了口冷水 咽下了干硬的饼子 眼角于光撇到地上的黑影动了动 小六看向叫花子 麻子的准头还不错 半块饼子就掉在叫花子的身边 可他好似连伸手的力气都已经没有 显然一直都没有去拿 小六边吃饼子 边看着他 半赏后 吃完了饼子 小六用袖子抹了下嘴 拍拍手 把水瓢扔回水缸中 哼着小曲 出诊去了 傍晚时分 小六回来 大家热热闹闹地开饭 小六吃完饭 用手背抹了抹嘴 把手在衣服上蹭了蹭 本想回屋 可鬼使神差 脚步一拐 居然背着手出了院门 六哥 你去干什么 麻子问 萧氏散步 小六去河边转了一圈 哼着小曲 躲着小步回来时 停在了叫花子身边 那半块饼正在他脚下 小六蹲下 我踩坏了你的饼 你想要什么赔偿 叫花子一声喂发 小六抬头看着天 上弦月 冷悠悠地挂在天边 如同老天的一抹讥讽 世人的嘲笑 半晌后 小六伸手抱起了叫花子 是个男人 骨架子不小 可骨瘦如柴 轻飘飘的 一点不见沉 小六抱着他踢开门 进了院子 倒木 去烧热水 麻子 串子来帮我 正坐在院子里 嬉笑吹牛的三人 看了也没诧异 立即该干嘛 就干嘛了 小六把叫花子 放在他上 麻子端着温水进来 把屋子里的油灯点燃 小六吩咐 给他洗洗身子 对点热汤 如果有伤 你们看着办吧 刚走出门 听到麻子的惊叫声 小六立即回头 却看麻子脸色发白 好似见鬼 麻子的声音发颤 六哥 一 你来看看吧 这人只怕活不了 小六走过去 俯身查看 男子整张脸青子 重如猪头 完全看不清五官 大大的头 配上没有一两肉的 卤柴傍身具 怪异的可怕 小六扯开蓝绿的衣衫 或者该叫碎不条 男子的身上 全是交错的伤痕 有边痕 刺伤 烫伤 胸膛上 还有一大片发黑的胶皮 显然是烙铁印 因为身上没肉 肋骨根根分明 那胶壶的皮松垮垮的 浮在肋骨上 小六拿起他的胳膊 手上的指甲 已经全部被拔掉 泡了水 各个中期 血肉模糊 小六轻轻放下他的胳膊 检查他的腿 右腿的小腿骨 被敲断了 十个脚趾的指甲也被拔掉 脚底板有几个血洞 显然被长钉子钉过 麻子和串子虽然见惯了伤者 可仍觉得身上直冒寒气 普京后退了两步 一开视线 都不敢看 文小六却很淡然 从容地吩咐 准备药水 麻子回过神来 立即跑去端了要草熬的水 想说我来清洗伤口 可实在没有勇气 面对那些伤 小六好似 也知道指望不上他们 医生未坑地亲自动手 用干净的软布 榨了药水 仔细地为男子擦拭着身体 估计是伤口剧痛 男子从昏迷中醒来 因为眼蹄上有伤 他的眼睛睁不开 只是唇紧紧地敏针 小六温和地说 我叫文小六 你可以叫我小六 是个小医师 我再帮你清理伤口 要觉得疼 就叫出来 和小六把他的上半身擦拭完 他一点声音都没法 只是额头殡脚全是汗住 也许因为他这份沉默的隐忍 小六带着一分敬意 心真正软了 用帕子帮他把额头殡脚的汗 轻轻印掉 小六开始脱他的裤子 男子的身体轻叉了下 是痛入骨髓的增物 却被他硬是控制住了 小六想让他放松一些 开玩笑地说 你是个男人 还怕人家脱你裤子 爱脱下裤子 小六沉默了 大腿外侧到臀腰也是各种各样的伤痕 感和大腿内侧的酷型比起来 一不知一提 男子大腿内侧的疲惫割得七零八落 从膝盖一直到大腿根 因为伤口有心有救 颜色又深有浅 看着就像快坠满补丁的破步 十分刺目 那实施酷刑的人 很懂得人体的极限 知道人双腿间的这块地方 是最柔软敏感的地方 每次割上一片皮 让他痛不欲生 却不会让他死 小六吩咐 烈酒 火竹 剪刀 刮骨刀 下板 不带 药膏 串子来回奔跑着 马子在旁边斜住 眼睛却尽量避开男子的身体 小六看到串子拿来的各种药膏 醋美 去我屋里拿 躺在衣箱最底下的那几罐子药 串子眼中闪过不舍 迟疑了一下才转身去拿 小六的手势越发轻柔 迎神清理着伤口 可再小心 那毕竟是各种各样的伤口 有些腐肉必须刮掉 有些死皮必须剪掉 小腿的腿骨也必须节症 也为剧痛 小六感觉得到男子的身体在颤抖 可他依旧只是闭着眼睛 紧紧地咬着唇 沉默地隐忍 他兴耗着残躯 满身都是屈辱的伤痕 可他的姿态却依旧高贵 清冷不可冒犯 小六完全能想象出他在承受酷刑的时候只怕也是这样 被羞辱的人居然比实施羞辱的人更有尊严 那实施酷刑的人肯定充满了挫败感 也许正因为如此 才越发心狠手辣 两三个时辰后 小六才清理完所有伤口 也是一额头的汗 疲惫地说 外伤药 麻子打开一个琉璃罐子 有清香飘出 小六用手指挖出金黄的膏汁 从男子的脸开始 一点点地涂抹着 冰凉的药膏缓解了痛苦 男子的唇略微松了松 这才能看出他唇上的血迹 小六摘了点药膏要抹在他嘴上 男子猛地闭嘴 含住了小六的手指 那唇舌尖的一点如实软腻 是小六今夜 唯一从他身上感受到的柔软 小六愣神间 男子已经张开了嘴 小六收回手 轻轻地抬起他的胳膊 一点点抹着药 又花了小半个时辰 才给男子全身上玩药 抛砸好伤口 本小六用干净的被子盖好的 医生说 我这几日要随时查看你的伤口 先不给你穿衣服了 你放心 我们这满院子没个女人 就算无意走了光 也没有人要你负责娶她 麻子和串子都叫 本小六开始说要放 扶灵六浅 汗连草寺浅 麻子宁神记住 好去抓药 本小六看了看天色 估摸着还能再睡一个时辰 低头看到男子脏污的头发 皱了皱眉头 小串子 啪子 热水 水盆 木头 小六坐在她头 脚下放了个空盆 她把男子的头抱紧 放在膝头 未经许 sac人的头发